健康成功的受精卵 不愉快的婚姻 必须全面消毀 民眾黨端出人工升職政策 特別讓吳馨穎登板 談到過去健康受精卵被消毀 有過不愉快的經驗 讓吳馨穎一度情緒激動 過去的這個經驗 所以才要來推這個手法 這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是的 他對著說過啊 不過宋芬提把考卷撕掉 吳馨穎的鏡頭語言 恐怕要多加強 吳馨穎的堅持做自己 不免讓人想到過去的柯文哲 身邊有戳戳妹提醒政壇小白兔 如今換柯文哲跳出來幫吳馨穎換家 你想想看 十年前的柯文哲長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想過 跟現在差多少 這個話替吳馨穎講話就是說 他畢竟 他的成長背景 是英國美國的 所以跟我們台灣的這種文化不太一樣 副手人選若不能加分 也別變成倒扣 但根據民眾黨內參民調 百分之五十六點六的選民都認為 吳馨穎無法替柯文哲加分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這一段時間最重要是 要讓大家看到它的好處 看到它的優點 這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因為這是一個新產品 況且本身的國籍問題始終沒解決 傳出民眾黨內甚至沒有人看過 吳馨穎的放棄美國國籍證明書 想幫忙護航也很難 你要是問我說 你那個七八年前一個文件在哪裡 其實我第一件事情是回去問陳佩琪 反正十二月五號中選會 不是要做審查結果嗎 看你可以審查出什麼東西來 就是沒有除了台灣以外的國籍 不斷強調十二月五號中選會見真章 難不成到禮拜二公佈前 柯陣營還要任由話題延燒 繼續流血嗎 記者彭宜德 蔡比翁台北財務報導